哈喽,同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期三国全面战争和罗马二全面战争的一个最新的新闻 在2018年的8月3号呢,也就是前天呢,CH再次放出了一个新的三国全面战争的一个博文 然后这一次呢,是讨论的是这个Classic Mode,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三国全面战争是分为两个模式嘛 一个是三国制模式,就是更偏近于史实,以及一个三国演义模式 就是更偏近于一个浪漫化的一个这种三国的一个这个模式 然后呢,在这边呢,他是这个讨论了有六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猜啊,是因为这个CH一直在被问,为什么三国全面战争 这个就是被很多这个历史这边的这个同学们问说,你这个三国全战争会不会打的是历史的这个旗号 但实际上是一个魔幻题材的啊,这边也是他这个,我觉得他估计是应该被问罚了 所以这个边是发了一篇这个博文来解释 所以他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我是这个用谷歌翻这个机翻了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翻译的不对 就是我们就凑合看嘛,比如说这个,他实际上是说这个,就是三国制这边呢,实际上是有专门的做的 然后他再讨论一下两个方面,两个的一些区别 主要的一个还是就是之前大部分都已经说过了 就是三国制这边呢,实际上武将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 而是在一个将领卫队里头,就像那个之前的所有历史系的全面战争一样 武将是在将领卫队之中的 所以他本身的一个影响力呢,是被最小化了 所以他更像一个单独的,他更像一个战场的小兵,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重要性 而在这个三国演义这边呢,就是相对来说重要性要大很多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他有讨论六点 其中比如说他说这个英雄会在经典模式中使用历史上真实的设备嘛 或者说这个原因是装备 这边用的是,对,equipment 对,他是说这个你用的是真实的装备嘛,所以他说是的 在经典模式呢,他会使用历史上真实的武器和盔甲 当然是在2D的时候呢,他会保持一定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风格 这样的话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实际上打游戏里并不是非常注重那个冰牌嘛 2D角色艺术就只是那个冰牌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装甲是特别绚丽的这种 但是在这个真正的那个模型上来说,他是会使用真实的武器 这个非常不错,就是 不会出现之前的这种这个,大家怀疑会不会像这个真三国无双一样 就是拿特别酷炫的武器 特别这个,特别这个奇怪的装甲在这个三国志这边 实际上不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实际上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这边的一个许楚 这个是许楚 这个是他在这个演示中放出来的 可以看到他这边是拿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锤子 这个截图觉得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下一张,就是这个锤子非常的大 这是个,应该是纯金属的 我觉得他应该中间不是空的 对,可以看到这边他是用这个大锤子和吕布在进行一个单挑 这个锤子应该是历史上是 屈楚,肯定不是用这个东西来这个进行作战的 至少他马战肯定是不用这个东西 可能是,就是演示的时候,就是什么行军的时候 作为仪仗队可以能用这个东西 但你真正的作战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实战价值非常低啊 我怀疑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看了某这个无双的这个许楚的锤子 做出来的啊,我猜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他能够在三宫之这边是不使用这个风格的话 那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这样的话,会删除一些这个锁子甲和礼仪兵器增加这个真实性 这样的话非常不错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能暗示就是英雄实际上是可能可以这个换武器 他建模的时候并不是把武器铠甲和人是这个贴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可能说你比如说,就是什么张飞缴获了这个对方的这个流星锤啊 或者说是什么方天化剑,张飞也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你会在那个单位上看到他使用这个新的武器 这样的话,在三国演绎这边也会非常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是英雄会在经典模式下成为单一单元员吗 这个刚才说过,他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和一群宝贝在一起 是一个将领围队 经典模式中的英雄战斗力是否会出现?不会 这个他是每个角色浪漫化会织,然后这一点也是也可以找一个例子 就是他这边的,应该还是许楚的,我们还可以看许楚 许楚的这个技能,你看他有一个叫Earth Shattering Strike 就是说他是,基本上就是等于说牛战斗力板,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拿他的武器砸一下地,然后这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震荡波 把周围的敌兵,这些小兵全都给震,就是震破 让对方直接给震倒,这样子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很明显你历史上是不会有人有这个能力的 你拿坦克砸一下大概有这个水平 然后对,所以说这种什么地球破碎打击在经典模式中是不会有的 然后决斗在经典模式中是否会出现? 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个是第一次说,他说是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呢会不同于浪漫模式的表现 他是会遵循我们对于单一战斗的一个历史参考 也就是说他是更接近于历史上的决斗 历史上的决斗实际上是两边是混战在一起 然后两个英雄撞进了,他们这个时候会爆发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作战 这个时候呢,你实际上他的两边的保镖也会在旁边发生冲突 也就是说整个,就等于是两个卫队两个单位打散了 然后冲突的保镖呢将会环绕在英雄旁边并且面对面 而且这个时候英雄是不具备特殊的战斗能力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在决斗中你不需要一直在你这个像在三国演义那个模式一样 这个要各种什么快捷键什么QE连击这种不会存在 就是你实际上这个决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的互相冲突而已 你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强调这个管理你其余的不顿 这些模式会影响战斗节奏,他是会慢一点 毕竟这个没有这个特别强的这种破阵的英雄 所以说可能会两边就会陷入一个更为长久的一个作战 而且与这张浪漫模式的相比经典模式会不会受了影响 就是说经典模式会不会不是被偏爱的一边 就是浪漫模式是不是被偏爱的孩子 然后经典模式基本上就是随便做一做 就是把一些东西删掉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由于担心由于浪漫模式 这个经典模式不会完全正确 这一点他是向我们保证说 他们这个classic就是等于说经典模式将会是我们发布的 这个如果没有浪漫模式 他就会发布这个完全经典的一个三国志的这种的一个游戏 就是他这边是基本上是可以当做一个独立作品来看待的 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因素什么元素什么的都有做 平衡性应该也还可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经典模式也说更像一个治国之道 浪漫模式更像一个关于角色的游戏 这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应该回应一下 一直以来很多网友提出的这种这个到底 三国志这边会不会有这个很符合历史 然后他这边好像也说了 这个在 他也有这个参考其他的很多的东西 然后给你一个这个让你的实际上让你的三国演义这边呢 也是一个比我们预期更为历史根据的一个体验 对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CA也是在最近的连续放出了好几个这个他这个武将的图片 我没事来这个大概粗略了看一下 总共是放出来五张 然后这张是典位 有两个技能 而且他的这个使用的武器是 就是Twin Marshall 击 就是双击 两个技能 一个是Cry of the Forest 什么森林之笑 然后Stone Borg 什么坚如岩石的一个什么坚守技能 对这个他这英雄 种类是冠军 他是一个冠军英雄 这边徐楚也是冠军英雄 用的是这个什么Giant Bane 就是刚才那个大的那个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叫锤子吧 大锤子 然后 他有三个技能 其中有一个是踩地板AOE技能 然后这边是夏侯敦 也是Champion 这三个都是Champion 然后这个夏侯敦有一个什么头脑 头脑发热 头脑过热 然后他还有什么这个Vengeance 复仇 还有什么 将整个Binding Fury 狂怒 其实这个好像是个 他们把夏侯敦变成了一个 非常容易发怒的一个英雄 在可能是三个演义里 他非常容易发怒 之后是曹操 曹操是Commander 所以整个画风也不一样了 他是一个指挥将 指挥型的将领 前三个全都是冠军型的 然后他曹操是一个技能 是这个基本上类似于之前的基地 这个就是加士气的 然后还有两个 他有两个装备 一个是叫什么 绝影 Shadowrunner 一个是Trust of God 他还有一个属性 是非常能够把握机遇者 善于抓住机遇者 然后是夏侯渊 夏侯渊是Vanguard Vanguard就是先锋 先锋将 然后先锋关 这边他有三个技能 然后是A Flame of Phoenix 凤凰之火 然后这边是 这是他的一个特性 Maker of the Way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黑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战略地图上使用的 其他的几个是 你在这个决斗 或是在打这个战斗 实际作战的时候使用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你细心留意的话 会发现 就是从这个 他的一个设计 这个壁纸的设计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非常 非常明显的一个 颜色的一个对比 就是他的这个夏侯渊 什么许楚和典尾 他无论是他的衣服 或者他背后的这个背景 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绿色 他这个画的很明显 后面画的是树 画的是木头 然后这边曹操 后面画的是个山 再这边是这个火 这个东西 而且他这个穿的衣服 也是这个很明显是红的 这边是这个偏黄 这边是所有都是绿色 各种绿 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目前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大家有很多玩家 进行猜测 有人觉得这是 就是说明 他是有这个烽火山林的 这个像孙子兵法中的 这个烽火山林的 这个分类 然后把将就是分成 把这个类型分为 烽火山林 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东西是和你的 这个英雄类型 做对照 因为我们听到 这边三个冠军 都是木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木系吧 就是木头的 这个绿色的 然后这边的 这个指挥官是黄色的 然后夏侯渊 先锋官是红色 这个东西 我目前不是非常清楚 但我觉得很明显 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摆在这里 就是瞎话的 很明显 这个黄 黄 红绿 或者说这个火山林 是和你的这个英雄的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目前不是很清楚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 某一种分类的方法 这可能就是强调整个游戏中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个因素吧 但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清楚 而他估计也是在这里 给我们卖了一个关子 我们也是在之后的话 会跟进来这个 看对方 看这个C发出的最新的消息 我也会在之后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 然后之后的话 再说一下罗马2的 这个最新的DLC 罗马2最近我们也知道 这个毕竟亲儿子罗马2 然后是出了一个最新的DLC 就是Rise of the Republic 这个共和国崛起 或者共和国之会 这个DLC呢 我就是 按说应该是8月9号就发布了 但是最近的话 所以他也是放出了一些消息 不过放的消息 比我想象中要少很多 就是 CA这个最近实际上 他是在忙着举办一个比赛 他最近特别的忙 然后我跟他的这个联系 也是时段时序的 基本上找不着CA的人 然后就 就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 这个独享的消息 请大家见谅 但是就是这边可以看到 他是新加了几条的这个文字 而且我也是看了这个 CA最近的这个 打的这个罗马的一个直播啊 就是给我的感受 就相比于罗马的原作来说 这一作呢 首先是这个重步兵是非常的多 这个重步神教的这个好日子是来了 就罗马人现在也是用重步兵的 就罗马这个是罗马人 罗马人就基本上长成这样 然后 这个 这里可以看到 罗马人都是拿这个毛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 这一代这个代甲率要严重下降 这一代的这个裸体剑士 就是基本上 就这个基本上是顶级的剑士 裸体剑士就是这种什么都不穿 只拿个盾拿个剑的这种剑士 就已经是非常高级的兵了 但我们知道在 本作中 在原作中 就是 这个裸体的剑士算是中低档的一个单位 然后在这一作呢 裸体剑士算是一个高档兵 然后整体的一个代打率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后退 不过他确实也是时间上后退了 就是非常低的这个代甲率 包括罗马人 基本上所有人的这个代甲率都要 都要比在这个本作中是要低的 比原作要低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作应该是一个远程的这个时代 尤其是以这个不破甲 但是高输出的弓箭的一个 非常强力的一个时代 再加上骑兵也是被削弱了 基本上而且这个重量也被削弱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 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纯远程的一个时代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他是这个新加了两条 一个是The New Technology 就是新的科技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 Aleucius Quintensis 叫什么 Cincinatus 这个人是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罗马的一个将领 他是 他是 应该是完成了一个 组织军队的一个 然后组织军队获得胜利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被做成了一个技能 我也不知道 这是科技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VVictus 这应该写的不是ROM 这应该是打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指的是高路人 这个Cinus Cinus是VVictus 这是可以让你截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带的高路人 是不能够和平占领城市了 然后这边是Master and Inventor 这个旭拉谷 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Catapult Catapult就是投石机 刨石机 这个东西 或者说弩炮 这个东西是应该是薛拉谷独有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别的国家是没有弩炮的 然后塔拉斯是有一个Laternity leader 有一个这个博士王 不是博士王 哲学家王 然后再往后呢 也是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新的建筑 就美国家有自己的建筑 比如说这边的薛拉谷 是有一个叫做Halo的东西 这不是士官长吗 光云 这个东西 就叫他们的城墙这叫光云士官长 然后非常厉害 哦还是漫威做的 不错 然后那个 然后他的这个薛拉谷 还有这个独特的一个雇佣兵的 一套的雇佣兵 应该是专门在这个兵营里招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明显 这是罗马人 罗马人是有这个Capital Line Hill 就是他们非常著名的这个议会山嘛 罗马人的这个议会啊 还有这些其他的非常重要的东西都在这个山上 这也是他们一个特别的建筑 然后上一次好像还忘说了一个东西 就是罗马人在这一座 是有一个独特的事件系统的在哪里 哦对这里 这个罗马人是必须要平衡 他国内的这个Plebyans and Patricians 就是他的国内的平民派和他的这个元老 呃元老的家族之间的一个权力平衡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共和国 这个整个历史中 基本上都一直是一个平民派和这个精英阶级的 就是等于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这个两权 两级的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历史啊 就是你呃会不停的收到一些这种呃消息 让你来尝这个尝试平衡两派 或者让你来尝试加强一派和缩柔另外一派 这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希腊派系呢 可以这个影响他本本地 就是他这个祖先的这个等于说是希腊城邦 就是希腊半岛那些人的一些这个事情 也就是你有一些事件 比如说可以发一些远征啊 或者发一些援助啊 支援希腊本岛 OK 那么这一期的一个新闻啊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